大家好,我是天鱼 对于很多个子不高的骑士来说 太子巡航类车型是最受关注的 豪爵的TR300在昨天正式公布了价格之后 关注度一下变得很高 在价格方面虽然没有惊喜也没有意外 但是只要能够批量交付 这款车肯定会有很多人去选择 你可以去说它样子比较老旧 不适合年轻人 也可以说它动力不是那么大 车身重量也不轻巧 但是你没得选啊 本田的CM300 奔达的灰石300 奔达的金吉拉300 这些车型在产能上受到了限制 想提车你要进行漫长的等待 甚至说12月份订车 你很有可能到年后才能如约其上 所以说豪爵TR300只要能够批量交付 在市场的占有量上 很快就能够得到提升 从已知的数据上看 豪爵的TR300虽然一身名牌件 普通版和旅行版差了1300元 这1300元包含了边箱 封挡 靠背 这些对于喜欢魔旅的朋友来说都是必备的 但是原厂没有手把护照有些遗憾 咱们从摩博会上看的展车可全都是有的 想要加护照还需要另外多花100多块钱 这一点豪爵做的不够大气 2-4万元的太子巡航类车行李也并没有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 你比如本田的CM300跑去产能不提 CM300它的外观在本田的CM家族里 在我看来应该是最丑的 主要还是源于这个大单缸 脱险不出这款车的气质 让人看上去感觉比较空洞 再者说单缸嘛 在振动的意志上多少欠缺人意 再说说笨达的灰石300 微缸皮带传动 这才是纯正的巡航车 从外观到价格 你挑不出什么毛病 非要找问题那就是产能 好不容易大家对你的品牌有所信任 想要去选择你的时候你的产能却不足了 感觉今年的奔达有点雷声大 有点小 靠着金鸡拉火了一把 也靠着四缸车让所有人都去关注 但是你的辽堂到拖延交付 灰石300产能又不足 我都替奔达的老板着急 能赚到的钱却赚不到 不过也要友情提示一下 拖延交付不要紧 把质量做好 让产品的稳定性能够经得住市场的考验 这才是最重要的 话题似乎又要聊远了 咱们还是说 陶决的T2300 感觉T2300除了颜值不足之外 其他方面用料还是比较厚道的 品质肯定也能够得到保证 再结合着双缸发动机 27000元的价格 只是不知道具体的骑行感受会怎样 等这款车实际到店之后 一定要去试驾一番 到时候再和大家分享试驾的感受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